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孝战同况 或正规外媒认证,国内唱衰,国外表扬家喝彩 孝战又凭借自己的实力,闯出海外了 在海外引起不小的波动,看得出来孝战的影响力是真的强啊 新加坡媒体CNA今日发布了一篇名为《2021 The Hottest Asian Celebrity Fashion Icons of 2021》的文章 报道将孝战列为2021年最人气亚裔时尚标志之一 孝战的世界影响力真的很强 关键是,这么评价孝战的 奢牌追逐的对象 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孝战确实手握三个奢侈品 Gucci, Topps,真力十三高奢代言人孝战 名副其实奢牌追逐的对象 而且,官宣孝战后,确实有受庆的情况 孝战怕是福星吧 孝战C位 再看看孝战的站位,妥妥的C位啊 CNA推上提及的是孝战和韩国最红的团 主图是孝战加韩国女加新加坡女 谁看了不说一句孝战牛逼 粉末和鱿鱼游戏是真的火 是真火到国际的,孝战在国外好火啊 孝战没有在海外出道的经历 完全靠作品文化输出 是纯靠自己从内地走出去的世界大明星啊 孝战很有野心 孝战的影响力大到外没有目共睹 一直以来不拘泥蛋糕 而努力把蛋糕做大 做后,坚守本心的孝战 努力迎着压力破界跨界闯世界的孝战 被人编排谩骂却依旧向阳而生闪闪发光的孝战 这样的孝战难不迷人 很难不让人把目光放在他身上 很难让人不去喜欢他 新时代的青年就是要这样啊 要有丰富的学识 不怕苦的意识 敢闯敢拼的劲儿 当然,是明亮的眼神和笑容 迪丽热巴也很优秀 在评价这里 不仅有孝战 还有我们的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被外媒表扬 被评选为2021年最具人气的亚裔时尚偶像 两人在娱乐圈里 应该是男顶流 看笑战 女顶流 看迪丽热巴 所以,两人在内宇也是承受了许多质疑的声音 哪怕做得再好 也会有桥布上 吐槽的 既然内宇唱衰 那就看看国际上的他们 如何 毕竟走出国际后 内宇的资本深不到国际 所以外界环境给出了相对客观的评判 这个就像天才上学跳级那样 学校课程太慢 只能跳级了 哈哈 两位太优秀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